宇成大队开展不忘初心劳记使命主题教育六走访活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不忘初心 劳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根据德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深入推进不忘初心 劳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六走访的通知要求 宇成大队积极落实主题教育六走访工作 全面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推进 走访活动中教导员姚浩大队长李星带头示范 其他指战员积极参与 先后走访了党委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社会企业单位负责人 消防指战员 指战员家属及消防大队老领导退休老干部等 征求大家对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大家对消防救援队伍改制后新的队伍形象 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战斗状态非常满意 希望大队能够再接再厉 积极创造新的成就新的辉煌 记忆